第22届京台科技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 本届论坛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为主题 两岸科技界代表 企业家代表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支持台胞台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议题 促进两岸高新技术产业合作 加强两岸青年交流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 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肖万长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刘洁一在致辞中指出 无论外部环境有利还是充满困难挑战 大陆经济运行都展现出强劲势头 强大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发挥自身优势 在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天地中 实现更大作为 中国人要帮中国人 我们要不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增进广大台湾同胞的福祉 广大台胞多年来受岛内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等 不缺困扰 这些难题完全可以在两岸融合发展 应通尽通中破解 由祖国大陆做坚强后盾 广大台胞的明天会更好 民进党当局以种种方式阻挠两岸交流 制造两岸对立 彻底暴露出其无视广大台湾同胞的福祉 损害广大台湾同胞利益的本质 必然遭到广大台胞 坚决反对 本届京台科技论坛吸引了两岸企业加峰会 京台两地相关部门 产业协会 科研院所代表企业等近两千人参加 京台科技论坛 所以我们来参加 参加的也很踊跃 大家都对这些议题很有趣 这是我们将来两岸经济活作 开拓一些新的领域 新的动力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京台科技论坛已成功举办了21届 成为了京台两地工商科技界互动的重要平台 和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知名品牌 为促进京台经济交流合作 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项目卫视记者李小平 王凯 北京报道 第22届京台科技论坛为期两天 将举行京台科技论坛峰会 以及产荣创新 一带一路 5G与智慧城市发展 京经济协同发展等15个分论坛 论坛为两岸企业家深入了解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搭建了平台 在一带一路分论坛上 大陆方面有关负责人 介绍了一带一路建设成就 与会的两岸嘉宾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是重要发展机遇 两岸企业应该优势互补 共享资源 共赢发展 能适合在哪一些板块 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参与 那我想其中包含的许多在 基础设施的像一些水站 水利发电厂 还有电站等等的 和一些比较在地化 包括更是文化教育板块等等 希望都能够有机会 去来与央企门去对切 随着5G时代的来临 两岸企业家也十分看好 5G与智慧城市发展 给两岸电子信息产业 带来的深入合作机遇 台湾在很多的制造 然后这种高精尖的技术上面 还有它独特的优势 大陆是有大量的 这种应用场景和需求 然后咱们台湾那边 正好有高精尖的一些产品 一些设施去配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融合和结合 本届京台科技论坛 开设15个分论坛 涉及科技 金融 绿色发展 等多个领域 与会台湾嘉宾表示 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将利用论坛平台充分交流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 基因的医疗检测单位 那因为是在我们国家 不被允许外资投资 可是我觉得两岸 毕竟是一家人 我们不是外资 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 把这些高端的一些 医疗科技引进到大陆这边来 你怎么会不要 多个领域 呢 我可以 看规则